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对我们看到他的制裁方案里头 已经搞到一二十年了 我们只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身 小小的碎下而已 我现在想办法是要改变游戏规则 因为原本来是亚伦就说 美国是销规潮水 但是你这个销规潮水的过程 你如果游戏规则不改的话 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影响它 这次用这样的手法来讲 可以达到效果吗 其实咱们把这个四条分析一下 实际上它是两条 一条就是取消我们之间的这么一个交流 第二就是制裁 那么美国人他现在怕中国什么 他怕中国不透明 他为什么每次来往往 他还是让我们透明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核武器 要是给他 他也会认为你不透明 所以全三项解决的问题 解决不了大问题 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 第二个 我们现在是对美国进行一个制裁 这里面说的 咱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对他们的波音进行制裁 可是最后受益的是谁 受益的是欧洲 等于最终中国还是失分了 欧洲里面反华的多吗 很多 所以我们实际上是 从朗口刚出来又跑到那个湖口去了 所以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我不太同意刚才最后发言的这位先生 他说的 他归结的这两个反击措施 实际上是两点 第一个是交流 第二个是制裁 我同意这个观点 但是他说制裁没有用 我觉得错了 制裁才是最真正的 治标又治本的办法 制裁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应该说 前三条都是序的 后条是实的 后条才是关键 没错 如果我们没有给他一个 真正的实质性的一个损失 而只是他们在丢了面子 或者丢了名声 那么的话 他会要再三人进行 刚才那位先生说过 我们制裁波音平行空客 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 当然我们是要买飞机的 但是波音 洛马 包括希克斯基 在中国 在华有很多资产 他们这些公司 跟中国 最近几年来说 关系越来越密切 就像 虽然说这个 军售的决策 是美国白宫做出来的 但是这是一条链条 从上面到白宫 下到每一个 军火商和工厂 都是一个链条 我们要把这个链条中的 某一些点 打疼了 它不配合 那么下一次这个链条 就不能形成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军售渠道 好 谢谢 来 一周我想问的是 其实 我们在打这个鞭子的同时 用杨将军的说法 打这鞭子的同时 你要改写有一规则的时候 他会有反处用力的 制裁他有的是双刃剑的 就会不会造成 你奥巴马也来反弹 我对你对华政策 可能会更枪硬啊 可能的 任何措施了 我觉得都有双人界效应 双人界效应呢 所以我说呢 不是单一的措施 一定是组合权 组合权 单一的措施的话 很可能啊 打的并不准 或者时间呢 并不是真正的最终能奏效 所以各方面 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 而且不只是这些 还保留了其他 各种各样的 这个清单上的选择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个人的判断呢 这些 可能仍然不足以 在这次 就挡住美国 收台武器 因此最终我们 中美之间呢 还要谈出一个 办法 或时或早 中美有关收台武器问题 要拿到一个 最终解决办法 刚才有前面的专家 提到了说是组合权 那我想 这个组合权 就针对刚才的 第四条的 这个制裁的双人舰 是不是还有隐含的 一些其他的 一些范围的扩大 以及在后续的 关于国际热点问题的 一些争议上 假如说 朝鲜的核 还有 朝鲜的伊朗核问题 对 在外交关系上来讲 还捆绑在一块 还有乌克兰的一些问题 这些可能都要 融合在一个大的 一个棋局里面去看 这应该是一个 关注的重点 亚伦来回应一下 也要来评评 来对话一下 我们要鼓励对话 我觉得重要是了解 现在美国这个选择 欧巴马不能让 共和奖不高兴 因为现在这个 最大的一个项目 现在是这个 健康保险的改革 亚伦我直接 我打个段 我打断一下 我想问你问题 就是说 你听到了刚刚 有这么多的这种制裁 你觉得会对 奥巴马产生一种 制约意料吗 还是说 会产生另一种的 反作用力 bounce back 可能会 美国会对 华政治开取更强硬 我现在 我不是一个军事的专家 可是我自己认为 现在奥巴马 是在一个 很紧张的立场 目前在美国的国会 都没有一个 共和党的人 支持他的改革 这个 这个健康保险的改革 他一定要 有一个新的问题出来 因为现在 他让共和党不高兴 他不能通过 他现在重要的项目 好 谢谢 小宁 亚伦先生讲得非常清楚 他清晰地表达了 美国现在的现状 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还有很多的美国人 都是这样看的 但是 面临着 这个 国内右翼 或者共和党 不同的声音 用一种老的办法 比如说 请什么达赖 比如卖点什么 成就武器 去刺激别人神经 去侵犯别人主权 这种方法 是不是可以长久存在 对不起 将对参与对胎受武器 美国公司实施制裁 这不 今天是开了一个先河 恐怕以后会形成一个惯例 惯例 好 谢谢 来浪平 从台北角度来看待 这个北京的一些制裁 会对美国出售武器 给台湾产生制约的力量吗 我想这制约的力量不大 警告的力量比较多一点 另外我要提一个观点 也就是说大家都谈到怎么样的改变奥巴马政府不卖武器给台湾 有没有想到要台湾如果不买大陆武器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也就消失掉 所以现在胡锦涛我认为他一个大战略是提海溪经济区 要用海经济区的发展把台湾整个资源吸过来 变成台湾在整个海溪里面有他自己的一份的话 那就变成真正是一个国家 同一个民族的利益了 如果台湾一旦不再恐惧中国大陆对他的军事压力 美国有再多的武器给台湾 台湾宁可拿这个钱去投资海溪 比如说你现在台湾已经有F16的A跟B了 那么你现在F16N跟B其实才用了十多年 然后你接下来一般武器可以用30年了 你再去买了个F16的C跟D 4000多亿台湾 事实上面是完全滑不来 在战略上面完全不能改变 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主力也在争取台湾 台湾如果对武器没什么兴趣的话 台湾对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兴趣更大的话 愿意把这个资源拿去 跟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发展的话 美国政府老政策没有用 美国军火商再多的利益游说也没有用 人家不要这个武器了 好谢谢 现在发生是给美国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谓的这种中国威胁论呢 我觉得不必过于看重 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利益 是美国的核心利 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相关的利 如果台湾宣布说他不要新武器了 你美国再怎么卖 也就不会发生个问题了 奥巴马在外交问题做得非常好 非常称职 能趋能伸 一虎一息谈 争论更加精彩 晚清社会经历着怎样的剧烈震荡 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给中国女性带来什么 三个弱女子的死亡 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变迁 美帝智能环保造世纪大讲堂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 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we can achieve 360 degrees of corner design we can offer safety and strength the year talent 缔造靓丽永恒之事 未来之窗 与复合版 金龙与凤凰剧场 这是台湾的故事 也是两岸的故事 谁说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 只有族群对立 找回我们父母那一代单纯的幸福 一部拿出诚意和良心制作的连续剧 缔造台湾收拾奇迹 带您重回六零年代 捕捉光阴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三月完全时尚手册 与你一起游历欧洲 搜罗创意非凡的设计理念 体验匠心独具的魅力空间 我的家 星期二晚上 凤凰卫视中央台 现在接下来我们最好奇的是 中美展望中美关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看看美国驻华大使 红伯